只要你在皮肤保养 第一个阶段改用这个精华 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变好 这种感觉比较麻烦的气垫 我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常用 这个大口袋的设计就是让这件外套 多了一点休闲感跟可爱感 而且妆感真的很自然 就不会有一种粉感或者是面具感的颜色 是不是真的超可爱超春天的 Hi 大家好 我是Karen 最近韩国天气变得越来越温暖 已经渐渐开始有种春天快要来的感觉了 我觉得在韩国这种四季分明的国家 每到换季的时候都会让人非常想买东西 那这段期间其实不少品牌都会推出新品 包括像是韩国设计师品牌或者是彩妆品牌 那最近我也默默就是入手了一些 新的彩妆品保养品 还有一些服饰配件等等 没错 今天的影片就是一期初春的购物分享 那话不多说就赶快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那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 CLEO的新气垫 CLEO KILKOBO SKIN PIXEL CUSHON 然后我用的是19N这个色号 那就是熟悉韩国彩妆的观众应该知道 这个样子的气垫 其实CLEO之前已经出过黑色跟粉色 然后海翁还有一个是雨露版这样子 那这次推出的是这个粉绿壳的气垫 那它的广告主打是跟云朵一样 非常轻薄干爽的妆感 是一颗雾面哑光的气垫 然后它粉扑的形状是这个样子 有一点六角形的感觉 然后还蛮柔软的 其实我自己刚来韩国的时候 很常用CLEO家的气垫 然后当时也跟CLEO家的气垫算是蛮合的 因为我其实一向就是比较喜欢高遮瑕的气垫 CLEO家的气垫其实在遮瑕方面表现都还蛮好的 但好像从小黑盒那颗气垫开始 我就开始变得跟CLEO家的气垫有点不太合这样 这颗虽然它的妆感还算OK 但是我没有非常推荐它 自己也没有到非常喜欢用它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它上妆的手法有一点麻烦 第一个是它非常需要好好的调节用量 就像它广告说的一样 它的粉底质地是比较松软比较干爽 所以如果你用量没有调整好 一次上太多或者是叠太多层的话 很容易就看起来妆感很厚 然后也会稍微有点卡在毛孔里面 另外就是它的质地 在上妆时候的手法也要特别的注意 如果你上妆的时候 就是像一般我们在拍气垫粉扑一眼上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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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很大力的话 当然就很容易会有结块的状况 就是要手没有用力 然后这样子轻轻的轻轻的把它拍开 妆前保养也要特别注意 特别是最后一步的那个保养 一般人可能最后都是上防晒乳 会稍微有点定妆的那种防晒乳 或者是妆前乳的话 那它在上在上面的时候 它就会很容易结块 然后上的不均匀 那相反的 如果你的妆前保养到防晒乳 都是用比较湿润的保养品的话 那这颗上妆之后 跟脸上的保养品结合 反而可以比较贴妆 这颗虽然就是主打毛孔遮瑕 但其实我觉得它的毛孔遮瑕 没有到非常的满意 就是上完之后 还是会觉得有点遮不住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 又再上更多层的话 反而就是会卡在毛孔里面 就是显得更不好看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一次沾取适合用量 然后慢慢的拍拍拍拍 把那个粉底按到你的皮肤里面 这样子呈现出来的妆效啊 会是真的像它广告说的那样 云朵一样非常的轻薄 非常的干爽 我觉得它算是一颗 比较需要技巧跟耐心的气垫 那优点的话呢 就是它的遮瑕算是有中上程度 但是呢 跟它的遮瑕程度相比啊 妆感算是轻薄 就不会有那种很强烈的面具感 还有啊就是以前 颗里尔的气垫都只有出三种颜色 这次呢出了五种颜色 所以大家呢 应该都可以选到 比之前还要更适合自己的颜色 可能因为我自己就是上妆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吧 所以这种感觉比较麻烦的气垫啊 我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常用 总之呢 这就是第一个要介绍给大家的商品 那第二个要介绍呢 也是一颗气垫 这个Espoir的Big Glow气垫 然后我用的是21号是Ivory 这颗呢 其实算是Espoir的热销算蛮久的气垫 是一颗光泽感啊 不会太夸张的亮面气垫 这颗的优点呢 就是我觉得它还蛮保湿的 是干肌冬天也可以放心用的那种保湿型的气垫 而且跟刚刚那颗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它上妆不需要什么技巧 就是你随便拍一拍就还蛮好看的 其实呢 它的妆感啊 不是我平常喜欢的那种气垫 因为我自己啊 通常比较喜欢高遮瑕的雾面气垫 但是这颗呢 算是比较中低程度遮瑕的亮面气垫 不过啊 整体使用起来 我还是觉得非常满意的 因为呢 它虽然遮瑕度不高 但是呢 它整体对于肤色校正的效果 还算蛮不错的 而且啊 妆感真的很自然 就不会有一种粉感或者是面具感 我觉得会有一种就是 你好像皮肤自然变好的感觉 所以其实老实说 我最近每天上班的几乎都是用这颗气垫 因为它妆感也没那么重 所以说上班用啊 我自己觉得也非常的适合 然后因为我也是感激吧 就是它比较保湿 不会有那种卡粉啊 暗沉的问题这样子 算是一颗觉得 本来对它没有那么高的期待感 但是用了之后就觉得 哇 真的很好用的这种气垫 就想透过今天的影片 一起推荐给大家 那下一个最近买的东西呢 是这个Muse的 其实之前影片也有介绍过啊 就是我在2023年 用到我自己觉得最好用 最推荐的唇釉呢 就是Amuse的Jerpy Tint 那这次呢 因为它们又出了Baby Tint 我自己觉得有像Jerpy Tint的改版吧 所以呢 我就非常的期待 然后上市当天呢 就迫不及待买了三支 这个唇釉比较特别的就是 它擦上去嘴唇之后啊 会有一种凉感 那那种凉感啊 大概会维持个20到30分钟左右 所以如果夏天擦的话 应该会觉得还蛮舒服的 我觉得它的优点啊 就是像现在这样 就是沉磨之后啊 真的是超好看的 好像甚至比Jerpy Tint还好看 那我买的颜色呢 是3号 5号跟8号 3号跟8号呢 是非常适合冷掉的一个颜色 那我自己通常呢 是会用3号来打底 然后8号呢 擦在就是嘴唇中央的位置 但这个5号也是真的超好看 擦给大家看 它是张元音Pick 然后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日常 非常好看的一个颜色 虽然说看它的盖子啊 你好像会觉得有点橘橘的 但是实际上到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中性偏粉的那种颜色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日常好看的 那这三颜色啊 我自己都觉得买的还蛮满意的 最近呢就真的几乎是每天在用这样子 算是一个满意分享 那下一个要介绍呢 是最近用的一个新的保养品 COSRX的六升泰水光护理精华 现在呢季节上来说啊 算是冬天要转换到春天的时候 那我自己的皮肤啊 是在这种换季的时候啊 有时候就是会突然变得很干燥 肤矿很差 然后呢保养品好像也变得很难吸收 那最近呢就觉得 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好方法 这罐六升泰水光护理精华 是最近品牌寄给我的 不过呢这不是一个广告 其实没有任何曝光的义务 是我自己用了觉得好用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之前的韩国很有名的美妆YouTuber Minsco就有介绍 那我们那时候看Minsco介绍 就觉得真的很想用用看 这罐呢是有点这样子 是有点像化妆水质地的水状精华 那它的使用方式呢 就是可以替代现在的化妆水 和补水精华来使用 里面呢就是含有六种不同的多态 其实含有多态的保养品啊 我查了一下都还算蛮贵的 不过这罐呢就是价格还算蛮实惠 500台币不到就可以买得到了 只要你在皮肤保养的第一个阶段 改用这个精华 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变好 然后后面的保养阶段啊 吸收也变得更好 不仅能够帮助皮肤制造胶原蛋白 减少细纹 也可以舒缓皮肤跟补充水分 我现在呢主要就是夜间保养的 第一个阶段会改用这个 后面呢再用同系列的 维C和A唇的精华来用啊 都觉得效果真的是很不错 像这个啊就是同一个系列的精华 他们家这个系列啊 就是主打比较高机能的保养品 用起来就觉得效果真的是蛮不错的 那最近就觉得啊 因为用了它之后 真的是整个人的皮肤状况啊 就有所改善 然后后面啊保养品的吸收也变得更好 所以呢就想要也放在今天的影片 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下一个最近用到 觉得还不错的商品呢 是这个 ONE SING的护肤棉 这款呢是ONE SING的 鸡血草去角质棉片 但是其实比起拿来当成那种 去角质擦拭的棉片啊 我自己比较喜欢拿它来师傅 独立的一个小夹子 非常的干净卫生 正方形的棉片这样子 它的成分啊非常的温和不刺激 一面啊可以拿来湿敷 然后一面可以拿来擦拭去角质这样 那我自己啊是比较喜欢拿这一款来湿敷 因为它里面的精华含量其实还蛮多的 然后敷起来也是很温和不刺激 就是很温和可以帮皮肤补睡 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呢 就是因为它可以这样 湿成两半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把一边就是贴在下巴这里 里面就贴在鼻子这边这样子 然后脸颊上啊各浮一片 我自己觉得这个丝一半是一个还蛮贴心的设计 上妆之前啊先用这款棉片来湿敷 帮皮肤补水 然后敷完呢再用它来整理皮肤表层 真的可以让一整天的妆感变得更好看更服贴 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那个丝一半的设计 然后呢所以想说点赞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接下来呢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些新的服饰配件 那第一件呢就是这个unfiture color的外套 就是我一月的时候有把它带回台湾穿 然后那个时候也有跟大家就是稍微小介绍一下 那今天呢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原因是因为 春天啊绝对不能没有 就是这种oversize的西装外套 因为春天的天气啊就是早晚温差大 然后呢也常常会忽冷忽热 所以这种板鞋西装外套最好是各种厚度各种材责都有一件 这件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厚实的羊毛外套 它呢是90%的羊毛所以穿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温暖 厚度呢就是很适合初冬或者是冬末跟初春的这个时候穿 穿这种外套真的是非常保暖又非常好看 我自己觉得大概韩国5到10度 然后台湾大概15度到18度左右穿呢 会是一个很刚好的一个厚度 因为它里面还有在做一个这个铺棉的内搭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温暖 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啊就是它有这个大口袋的设计 就还有两个很大的口袋这样子 这个大口袋设计啊就是让这件外套多了一点休闲感跟可爱感 那这件的版型呢就是一个oversize的西装外套 怎么样穿搭都很方便不会出错的那一种 而且呢就是它的质感啊真的非常好 就是买这一件啊穿个5年10年绝对不会有问题 如果今天啊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出门 那我就就搭一件素色的上衣然后牛仔裤 外面呢再套一下这件我羊毛外套 就是一个非常经典俐落又好看的穿搭 是一件冬天春天啊都非常万能的百搭单品 所以呢就想透过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下一个要介绍的呢是一件针织上衣 这件上衣啊是我的爱牌Globe2024春夏的新品 因为上次我穿着它拍过影片 所以今天呢就没有穿这件了 之前啊其实有介绍过2024的春夏流行嘛 就像这样有点透浮透式的设计啊 刚好就是今年春夏的流行 宝宝兰这个颜色啊也是今年春夏 应该预计会蛮流行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这个有一点像是小Polo3的设计跟 beading啊也在今年的春夏流行里面看到蛮多的 所以就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看 又不会难搭配又很符合时夏流行的衣服 所以我就买了 而且我觉得它版型啊穿起来也非常好看 当初我就是趁着中午休息时间的时候 去店里面试穿 然后以试穿就觉得天哪 上面有写我的名字 所以呢就马上把它买下来了 自己觉得globe啊都是很流行又很实穿 然后版型啊也都做得蛮好看的 这次他们2024的春夏新品啊 还有请来换成恋爱的海恩来帮他们做宣传 真的是超烧超好看的 不过呢他们家的衣服啊就是都有一点偏贵 所以呢我通常都是一次可能就是看一看 然后买个最想要买的一两件这样子 接下来呢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商品啦 那我买的呢是这双 Edidas Space Eye德逊鞋 大家看一下这双鞋子的颜色 是不是真的超可爱超春天的 感觉今年春夏一定就是会很常穿这双德逊鞋 其实从去年啊 Jenny把Samba这个鞋款就是带红了之后 Edidas就出了很多很类似的款式 像去年下半年更流行的应该是 各种颜色的Kazer这双鞋子 这款Spaiger算是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啊 就是默默的在各种韩国的穿搭YouTuber啊 或者是IG网红啊 就是都可以看到他们穿这双鞋子 我那时候想要买的时候啊 在W Concept上啊 就女生的尺码啊 几乎都是断货的 那我这双啊是慕心沙 就是有开放一批货来卖 然后呢 就好不容易才抢到的就是我自己的size 这样子 它的材质是有一点像鸡皮的这个材质 它穿起来算是还蛮舒服的 不过要注意就是它尺码有点偏大 所以在选尺码的时候 最好还是试穿过再买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这双啊 我自己觉得它不管是配黑袜 还是配牛仔裤都很好看 而且啊 它的颜色跟设计啊 本身就是一个亮点 那如果你穿的 比如说一身素色 可能白T啊 牛仔裤 那再搭这双鞋子啊 就会真的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有形 其他呢 也有深色跟宝宝蓝色 春夏啊 穿这双鞋子 一定是整个人 非常的清爽 非常好看 穿去看樱花就更适合不过了 那今天呢 就稍微分享了一下 最近入手的一些新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还喜欢今天的分享吗 那因为春天才刚开始嘛 最近又看到很多很漂亮 很好看的春天的新品 迫不及待想要买来试试看 之后有机会的话呢 再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啰 希望大家还会喜欢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我的韩国生活 也欢迎追踪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粉专业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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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